为刘邦驾马,率领战车部队南征北战,慧眼石寒信,汉慧帝的救命恩人夏侯英。 夏侯英,四水郡沛县人,西汉开国功臣。 夏侯英年轻时,在沛府的马房里,掌管养马驾车。 每当他驾车送完使者或客人返回的时候,经过沛县四水亭,都要找刘邦去聊天。 而且一聊就是大半天。 后来,夏侯英担任了适用的县例,与刘邦更加亲密无间。 传说夏侯英曾经为了保护刘邦而被关押了一年多,受鞭挞刑数百下,终使得刘邦免于刑罚。 当初,刘邦带领他的徒众,准备攻打沛县的时候,夏侯英以县令署官的身份与刘邦去联络。 刘邦降服配宪的那天,拥立刘邦为配宫,赐给夏侯英七大夫的爵位,并任命他为太普。 太普是秦汉时主管皇帝车辆马匹之官,后逐渐转为专管官府序幕的事务。 跟随刘邦攻打狐宁时,夏侯英和萧和一起招享了似水俊奸李平,占领狐宁后,刘邦赐给夏侯英五大夫的爵位。 他跟随刘邦在荡县以东袭击秦军,攻打季阳,拿下护友。 在雍秋一带击败了李游的军队。 他在战斗中驾兵车快速进攻,作战勇猛,刘邦赐给了他直博的爵位。 夏侯英又曾经以太普之职,指挥兵车,跟从刘邦在东俄浦阳一带袭击张寒,大破秦军,刘邦赐给他直规的官位。 夏侯英曾指挥兵车跟从刘邦在开封袭击赵臂的军队,在驱阳袭击杨雄的军队,接着又曾经指挥兵车跟从刘邦在洛阳以东袭击秦军。 他驾车冲锋陷阵,奋力拼杀,刘邦赐予他腾攻的爵位。 随后,他又指挥兵车跟从刘邦攻打南洋,在南田指洋大战。 他驾兵车奋力冲杀,英勇作战,一直打到坝上。 项羽进关之后,灭掉了秦朝,封刘邦为汉王。 刘邦赐予夏侯英列侯的爵位,号为昭平侯,又以太普之职,跟随刘邦进军蜀郡汉中地区。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兵先韩信,在先后投靠项羽和刘邦时,只是一个才华不为人知的小官。 后来韩信因犯法当斩,同岸的十三人都已被处斩,就要轮到韩信了。 韩信举目仰视,看到了夏侯英,说道,汉王不想得天下了吗?为什么要斩壮士? 夏侯英觉得此人话语不同反响,看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,同他交谈,很是欣赏他。 于是推荐给了萧和。一开始韩信还是不得刘邦看重,所以才有了萧和月下追韩信的故事。 传说不为人知的是,萧和当时说了一大堆劝韩信回去的话,韩信仍不吭声。 这时候,夏侯英也策马赶道,两人苦苦相求,非要韩信回去不可。 他们说,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,那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走,好不好? 韩信只好跟随他们回去,到了第三天,三人才回到南镇。 刘邦听萧和和夏侯英说韩信是举世无双,才拜韩信为大将。 后来刘邦回军平定了三秦,夏侯英随从刘邦攻击项羽的军队,进军捧城,汉军被项羽打了大败。 刘邦因兵败不力,乘车马急速逃走。 在半路上,夏侯英遇到了刘邦和旅后的一对子女,就把他们收上来。 这就是后来的鲁园公主和西汉第二任皇帝汉惠帝。 蚂蚁跑得十分疲乏,敌人又紧追在后。 刘邦特别着急,有好几次用脚想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,把他们扔掉了了事。 但是每次都是夏侯英下车把他们收上来,一直把他们载在车上。 夏侯英赶着车子,先是慢慢行走。 等到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自己的脖子之后,才驾马奔驰。 刘邦为此非常生气,有十多次想要杀死夏侯英。 但最终还是在夏侯英的驾车下逃出了险境,把汉惠帝鲁园公主安然无恙地送到了封义。 刘邦到了行阳之后,收集被击溃的军队,军威又重新振作起来。 刘邦把齐阳赐给夏侯英作为实义。 在此之后,夏侯英又指挥兵车,跟从刘邦攻打项目,一直追击到陈县,最终平定了楚地。 行之鲁地,刘邦又给他增加了滋势一线,作为实义。 刘邦立为皇帝的这一年秋天,燕王脏毒起兵造反。 夏侯英以太普之职,跟从刘邦攻打藏途,第二年又跟从刘邦到达陈县,逮捕了楚王韩信。 刘邦把夏侯英的实义改封在汝英,剖扶为信,使爵位世世代代传下去。 又以太普之职,跟从周伯攻打代帝,一直打到五拳云中,刘邦给他增十亿一千户。 接着,又跟随刘邦到靖阳附近,把隶属于韩王信的匈奴骑兵打得大败。 当追击败军到平城时,被匈奴骑兵团团围住,困了七天不得解脱。 后来刘邦派人送给匈奴莫毒缠余的胭脂好多礼物,莫毒这才把包围圈打开一脚。 刘邦突围,刚出平城就想驱车快跑,夏侯英坚决止步车马,慢慢行走, 命令弓箭手都拉满弓向外,最终脱离险境。 以此弓,刘邦把夕阳一千户作为十亿,加封给了夏侯英。 夏侯英又以太普之职,跟随刘邦在沟筑山以北, 攻打匈奴骑兵,获得大胜。 在平城南边攻打匈奴骑兵,多次攻破敌政,功劳很多。 刘邦就把夺来的陈奕中的五百户赐给了他作为十亿。 之后攻打陈希、秦部的反叛军队,冲锋陷阵,击退敌军,又增加十亿一千户。 最后,刘邦把夏侯英的十亿专定在汝英, 共六千九百户,撤销以前所封的其他十亿。 夏侯英自从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, 长期担任太普一职,直到刘邦去世。 之后又以太普之职侍奉汉惠帝,汉惠帝和吕后非常感激夏侯英在夏依的路上救了汉惠帝和鲁园公主, 就把紧靠在皇宫北面的一等宅赐给了他,名为禁我, 意思就是这样可以离我最近。 以此表示对夏侯英的格外遵从。 汉惠帝死去之后,他又以太普之职侍奉高后吕制, 等到吕后去世,戴王刘衡来到京城的时候, 夏侯英又以太普的身份和东母侯刘新居一起入皇宫轻以攻势, 废去了少帝刘衡,用天子的法架到戴王府邸去迎接了戴王刘衡, 和大臣们一起立戴王为皇帝,夏侯英仍然担任太普。 公元前172年,夏侯英去世,嗜好为文。 司马迁做史记,梵、利、藤、冠列专, 将、梵快、利商、夏侯英、冠英四位西汉开国将领合并做了一转。 夏侯英主要负责率领战车部队,南征北战, 虽然攻坚不如步兵,然而却可以横扫千里长驱直入。 刘邦之所以能迅速入关,攻破咸阳, 这里有夏侯英的一份功劳。 夏侯英的汝英侯国戏史,传了四代,被封国撤销。 但汉末三国时期,曹魏名将、夏侯敦、夏侯渊等人, 都是夏侯英的后代。 夏侯家族和曹魏宗亲是曹操征战天下的重要助力。 曹魏建国后直至西境,夏侯家族封侯为太守者数十人, 昌盛近百年。 三国之后三国之后三国之中参加了三国之后。 被咱们迹之后的疫情请问好减少。 展长大自然之后一国后一国, 西境宇宗亲就为离牙座下穿了两国之后三国之后。 对待救世人之后 rectangle时刻一目,